就是用外在形容實在是 用一個人的外貌形容是非常好 有了良好的內在 也要有漂亮的外觀 才能引人入勝嗎 大家聽懂 聽懂我的隱喻嗎 引人入勝 所以除了外觀的改變 大家也會開始重視裡面的緊實度 那除了就是把它縫緊以外 可以介紹其他的方式 譬如說除了我們自己居家常常 在做的凱格爾運動以外 我們居家可以做的當然是 像是凱格爾運動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訓練我們 骨盆肌的力量的部分 然後還有使用一些硬道球 或者是一些輔具 讓收縮的肌肉力變好 那女生當然是要注重清潔 因為在台灣其實夏天都還蠻濕熱的 所以基本上清潔是蠻重要的 可以減少一些感染 或者是異味的狀況 先階段有些雷射的療程 可以做美白除毛 然後還有濕潤緊實的部分 這樣子 在醫生患者裡面大家是做 就是外觀比較多 還是做緊實比較多 用一個人的外貌形容是非常好 有了良好的內在 也要有漂亮的外觀 才能引人入勝 大家聽懂 聽懂我的隱喻嗎 引人入勝 所以基本上我會覺得 在現階段 尤其是女性主義抬頭之後 內外兼具就是一個 大家很喜歡追求的標準 反倒不是另外一半的要求 就是現在外觀的部分 因為它其實不會真正影響到心房多大 我覺得對自信心上面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們其中有個同仁啊 做了私密處的外觀手術之後 後續呢 我們的整經很多很多就是護理師 就開始拿鏡子自己去照 然後就有一種同伴的一種效應存在 就說 我以前可能沒有注意到 或者是說 我以前常常有摩擦啦 不舒服啦 或者是說 每次都被人家關燈的這種感覺 然後接下來就有很多人欣求 我想要有自信心上面的提升 然後追求更好的就是良性生活這樣子 縫合手術不適用於所有的人 因為有時候有些 甚至是沒有生產的換得來 就是說 我要很緊 我要非常非常緊 那其實我們做的就是 所謂的促整的時候 就覺得它的鬆弛度並沒有問題 因為是因為濕潤度不夠 所以它覺得它在良性的關係當中 並沒有得到很高的滿足這樣子 所以我會建議其實就是 做所有療程之前 就是要來給專業的醫師評估 那我們會就是依據你的程度 你需要的去做不一樣的療程 那譬如就像是我們臉部 還有雷射啦 電衣波 埋線啦 皮 私密處是第二張臉 當然也有不同的治療方式 那包含了我們的拘禁雷射 美白雷射 然後還有我們私密處的雷射 然後甚至有電波 那後續有一些注射 包含脂肪跟填充物 那甚至說緊實度真的不夠 筋膜肌肉這個部分鬆弛的話 你就是用全程的縫合 效果會來得最好 所以說這整個狀況呢 都要根據每個人的型態 做不一樣的設計 那一師剛剛有講到關於注射的部分 我們之前有聽說像是PLT的血清注射 它是不是也可以用到我們私密處 其實我們私密處的注射啊 還蠻常見的 包含我們要改變它的厚度啦 然後膠原的增深啦 那另外還多了一個感受度的部分 那就像封設在臉部一樣 我們私密處用PLT啦 或者是說骨尿酸脂肪 都有類似的效果 那PLT它的分子更小 那它就像PRP一樣 其實更進階版的 不只是有填充的狀況還有效果 更多是在濕潤度啦 膠原增深等等的感覺 醫師在做這些私密處的手術過程中 有沒有遇過比較特殊的案例 因為一般會有這種需求是 比較年輕的患者 那是不是有年輕的要大家患者來求診 其實私密處這個組織還蠻廣的 它大概從20歲到將近五六十歲都有 那之前我有一個將近60歲的大姐 她就來門診來求診 那她就是也很害羞 就說呃 因為我那個想要再更緊一點 然後就 嗯我們總是要了解一下 就是患者的需求 因為通常在五六十歲這個區間啊 她會出現私密處的問題常常是因為 乾涩不舒服 陰到發炎 那很少來講說是需要是變近視 這個患者呢其實是有故事的 就是她在她跟她前一任生過小朋友之後 大概十幾二十年都沒有開心的生活 沒有開心的兩性生活 那後來跟前夫離開之後呢 遇到了一個她心目中的第二個白馬王子 認真交往的時候 我就跑來求診 她就覺得她需要這方面的需求 那她希望萬事準備好 做完手術算好日子 然後才有進步的發展關係這樣子 所以她是六十幾歲 她才有 嗯就是五六十歲 我記得大概五六十歲 就是看起來好像不是這個族群的就是換的 但事實上還不是 因為我們要告訴大家其實呢 開心的兩性生活不是只有年輕人的專利 我們中年還有一些就是年紀比較有的姐姐們 這個方面也是蠻重要的 那醫師之前都比較多是專注在龍武的手術 那會想要花比較多行李在私密處手術這部分 也是因為可能遇到 譬如說有好幾例這樣的患者 就想要協助她 這樣 因為我覺得啊就是女性的患者 滿有趣的 男生為了性 女生為了愛 好感人喔 其實就是有時候為了改變啊 是為了立板 但更多是為了就是自己吧 就是說一個心境上面的轉變 弄了很多就是女生患者 可能是在好之外要更好 那也有另一部分呢 可能是在婚姻部分不順利 那想要有一個全新的自己 就是說可能前幾年都是全心全意為家庭 然後為小孩付出 那想要新的好的開始有另外一個好的機會 產後媽媽其實蠻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胸部跟私密處 就是不可否認的 哺乳完之後北半球都會消失 直接下南半球 而且變得更南邊了 所以醫師其實看到很多案例 都覺得說這兩個手術其實對於女性在產後 或是她的下半身 下半身 下半輩子 下半輩子 就是她蠻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女生不是只有為了另外一半 就是更重要是為了自己 那我們就是要讓自己有自信 不是說外貌是所有的一切 但是有時候讓自己更有一點自信的話 其實會有更好的機會 以及更好的生活 那今天非常感謝賴醫師幫我們講了 這麼多有關於私密處的問題 以及最後幫我們下一個非常好的註解 也就是女生要愛自己 有時候我們透過一些外在的協助 讓自己更有自信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那今天謝謝賴醫師 謝謝賴醫師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